我在读佛学院的时候,普陀山佛学院,我有个同班同学,内蒙古包头人,抄戒法师 他有一个同乡,姓白,叫白云芬居士,包头青山屈人 他有个同事,从云南买了两个鹦鹉回来,养着,当宠物 一个鹦鹉很乖,一个鹦鹉很坏,又笨又坏,不会讲任何话 后来就把他损弃掉,变成流浪鸟了,被白居士收留,放在家里头 也不把他当宠物,每天把他养在他家的那个客厅里头 白居士家呢,是一个聚会点,所有学佛的人都喜欢到他家里去 那么这只鸟呢,天天听大家念佛,也放录音机 几个月之后呢,鸟很乖了,念佛 我听过这个录音机,拿摩佛佛佛佛佛佛,观音佛,阿弥陀佛 乱的,有点乱的,它不是就念阿弥陀佛 拿摩佛佛佛佛佛,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个这么夹在一起念,速度很快 一天呢,断断续续,要念一个多小时 而且有一次,他家因为收留了很多流浪狗,流浪猫 有一只狗叫丛丛,从外面进来 这个鸟给他讲开始 丛丛,丛丛叫他,狗抬起头来看 快快念佛,这是我录音机里听来的,就这个调 快快念佛 家里头人如果念佛,这个鸟高兴 如果来讲闲话,说是非,鸟不高兴了 快快念佛,咯咯念佛,它就旁边叫 这鸟在家里念佛念了三年 红嘴绿音歌照片我也见过 特别漂亮,特别聪明,特别温顺善良 整个个性都变了 五台山的师傅来买,说几千块钱买回五台山 不要,每天的人是开心 就像看这个熊猫团团圆圆一样就来看 这个成为一个稀罕物,教化众生啊 都念佛 三四年后,鸟往生了 火化,烧出两颗舍粒子 这是真实的事情 九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我在普多山读书的时候 这个,他们白家人 他的夫人和女儿来我们佛学院 亲口告诉我 那,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 那,念佛法门啊,千真万确 那,那么,最后呢 我们要有一个,这个总结 对… 比例